中國二千多年前《詩經》 我們文學作品的始祖有三個特色 一個叫封 一個叫啞 一個叫縱 封其實是說諷刺 二千多年中國人已經用詩歌 去諷刺我們的當權者 今時今日的世代 我們未必用詩歌 當然還可以用詩歌 但更多的可能用我們互聯網的方式 用靈活活潑的方式 表達我們一些對政治的看法 對公共事務的看法 任何強權有任何的企圖 以法治之名去阻礙一些批評政府 諷刺政府的聲音 這些都是不應該支持的建議